当时的宜兰县从国民政府迁台以来 一直都是国民党在执政 而陈定南又是一个完全没有选举经验的政治素人 当时他贪选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看好 还被细说是炮灰 不过他却义军突起 以不收红包、不拿回扣、不炒地皮 三项简洁有力的宣言激发宜兰选民的共鸣 陈定南最后以黑马之之 成为第一位非国民党籍的宜兰县县长 更开创了党外阵营长达二十四年的宜兰经验 一九八一年三十八岁的陈定南 以不收红包、不取回扣、不炒地皮的三个政策 激起宜兰人对美好政治的应用期盼 他以黑马之资成为台湾自治以来 宜兰第一位党外县长 新冠上任首要革除腐败的政治文化 他一上台他就勒力风行整顿三十年来 国民党政政的击毙 然后承处贪官勿力了 陈定南曾向好友林光毅提及 要羡服员工做卑微的工作 恕高傲的自尊 连门的人民工服就从他自身做起 家人送命都不能收 家庭说农民种的茶还是水果 一斤相遇 带来少数 不要切下去的寓书 所以我们就把它收下来 县长大人刚正不阿实在很难接近 有人找上陈定南的亲戚 想透过关系拉关系 包商就拉作他的舅舅 你只要陪我去见县长就好 其他你什么都不用说 但是没有想到一进门 连他舅舅都被赶出来 六亲不认无血无泪颠覆传统 陈定南旋风席卷宜兰 为了防堵黑道围标公共工程 他制定严格发包程序审查制度 还随身携带一把鸡膝 突袭工地抽验品质 那仙女演跟他说 我那个地方不小心 差一点 其他地方都很好啊 你再来敲啊 我哪有功夫去每个地方帮你敲一下 你只要让我敲到一个地方 你就中标了嘛 你就要打掉重做 狼头县长强调 任内师做的所有工程 都必须保固一百年以上 陈定南严选品质保证 尤其对宜兰的环境保护 他更是坚持不苟 东三乡这个车子 黑色的车子变成白色的 就是尘土毕日啊 就是有六家 五家或六家水泥场 他们不做污染仿制 还磨石粉等等 我那个时代我骑机车 经过到苏澳去 到南方澳去 经过东三的时候 都家族马力冲过去逃命啊 对我没有骑水 水果没有骑过嘛 所以那时候他就 约顾了二十四位的约顾连连 就住场 就在五家的水泥场住场 就二十四小时建策 陈定南执行青天计划 全天候监测 落成量级污水排放 水泥场只要违规 一次罚六万 还可连续开罚 短短半年所有厂商 全对陈定南举双手投降 果然啊 立竿见影啊 不到一年 清测的流水 以蔚蓝的天空相应程序 从光碧泉 再见清天 清澈的吴老坑溪水 让日后的宜兰 拥有全国最大的露营区 也成为后来的 绿色博览会场地 铁面无私又龟毛的陈定南 被封为陈清天 鸣满天下 我们家 我们家 敬天修阳 1985年 陈定南狂扫14万多票 击败国民党林建荣6万多票 获得70%的选民支持 创下台湾自治时的空情记录 直到30年后 才由赖清德连任台南县长时打破 在尚未解研的年代里 第二任期的陈定南 开始挑战许多政治巨迹 1988年下令裁册学校安危秘书及专职保密防碟的合二事 销毁忠诚资料 县内电影院也不必再唱国歌 如果现在再放鬼片 就国歌片跟鬼片就两个会连在一起 那如果乡下放映的 如果有一些还比较大胆 比较曝露的影片 又放在一起 你会觉得对国歌片好吗 隔年取消各机关学校升降旗典礼 公共场合不必挂两奖一项 废除维权体制下不合理的制度 它更展现惊人的简报功力 为当时全国预算倒数第四的宜兰县 争取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工程经费 那次给118千万那次 他就跟记者解释 记者说请主席给过理由 他就说你们都看到 今天陈县长做的简报 他每一样计划都这么完备 马上就可以执行 这个钱我们都给 如今的宜兰及博东运动公园 东山河清水公园和雪碎 一座座让宜兰人充满骄傲的建设 都是陈定兰下足功夫 劳心费神向中央拼搏而来 1987年简报县长正破坏着宜兰的 未来环保及观光蓝图同时 县议会在十分钟内提案通过台速六轻设厂 陈定兰站上火线强烈反对 王宜兰后来就说 我们在高雄的时候 你来跟我见面的时候 你表示欢迎 结果现在我要来设厂 我在立泽那边地都买好了 要来设厂 你反对 他陈定兰就说 那个时候 我有说过一句话 对宜兰有益的 我绝对欢迎 但是对宜兰不利的 就对不起了 那些年为了新建六轻 企业巨拨王永庆走遍全台 发现宜兰立泽 景名苏澳港 交通便利 还有280亩已开发 却未利用的便宜土地 年轻时也曾在此经商 怀着乡土之情 再加上地方人士盛行邀约 他决定落脚设厂 但陈定兰为守护蓝阳净土 在台湾精英之神 王永庆的脸上 狠狠地泼了一桶冷水 向来低调沉稳的王永庆 也忍不住动了肝火 决定老帅清真 和陈定兰进行电视辩论 两位划时代的英雄人物 在镜头前唇枪舌战 小县长单挑大老板 成为全台焦点 陈定兰的滔滔雄变 引发反六清运动 在宜兰风起云涌 长达六年 两度阻止六清进入宜兰 1992年1月24日 阶段性任务完成后 陈定兰宣告反六清组织 正式解散 这是头一遭地方首长 带领老百姓 挺身奋起的民主运动 六清最后落脚云林 陈定兰主政宜兰八年 执着强势的作风 具性民意的精神 开创了宜兰经验 为南洋平原守住青山绿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